剛剛特別提到威澤佳講說 現在兩岸的領導人 世界的領導人都是聰明才是知識 他們不會讓這個戰爭發生 那你怎麼樣不讓戰爭發生 我要determine 我也等於說我要有威嚇的作用 幹嘛我要軍隊過來 軍隊剛剛講到 現在台美的國防產業 6日要在台灣舉行 這次居然有30家軍火商 而且這30家軍火商 你現在看到他們生產的東西 把你嚇死了 很多都已經直接跟AI掛上線了 你現在看到有一個無人快艇 無人快艇它也可以變成自殺快艇 這個自殺快艇 它居然是跟星鏈完全結合在一起 而且它是有自殺攻擊作用的 對 本來跟我們講 這個台美國防產業論壇 過去從來都不公開 但今年得到消息說 原本講25家 就沒想到最後竟然來了30家是多 而多出來那幾家廠商非常有意思 為什麼 我們剛才講到這個自殺無人快艇 它叫做Masky Masky你先看到它其實小小一台而已 等於說還可以裝在貨櫃裡面 結果各位你現在看到了沒什麼大不了 但你仔細看它的上頭 也就是在它的甲板上放的是什麼 不是佐倉 竟然是一台星鏈 STARLINK所使用的一個接手板 所以代表它是可以做整體串聯的 再來第二件事情 它的這個名稱叫做什麼 你知道嗎 叫做黑海風格 黑海風格 Black Sea Style 我就是來搞神風的 我來搞特工的 有沒有看到黑海的都是用這種 小艇以小博大去撞這種 俄羅斯的大型艦艇 對 我們的靈感就是來源於此 而你知道它厲害在哪裡嗎 它是特別設計來專門做神風特工 也就是所謂的自殺無人快艇 但它比我們講的黑海那個地方 烏二戰爭發生的地方 磅數呢足足多了多少嗎 你知道它那邊原本烏二戰爭是放大概250公斤 一艘船而已 結果你知道它至少放了多少嗎 放了450公斤 所以換言之它的火力跟威力是倍增的 你說雨萱可是好像就兩倍嘛 好像還好沒有 我們現在要講到了第一個 它不用人操控 全程都是由AI電腦自動進行敵我判定 換言之它可以透過我們講Starlink 透過相關的網路訊號 透過它的敵我識別系統知道說 你這個是來自於中國的解放軍 你這個是友軍 然後建議判定說我要怎麼去攻擊它 再來第二件事情它可以做串聯 我們先前是不是跟大家介紹過LINK16 它這個更厲害為什麼 它等於是一艘無人自殺艇 一艘無人自殺艇 寶德哥如果有五艘你知道可以打到什麼效果嗎 什麼效果 風群 它可以用風群圍攻嘛 它可以後方有一艘真的是調動它的 比如說Destroyer一個驅逐艦 然後調動這五艘無人的這種自殺快艇 然後開始展開四面八方的攻擊 可是它的破壞力很強嗎 當然它一艘你知道可以換掉什麼嗎 比如說一艘就可以換掉一台大型的艦體 比如說我們講驅逐艦我們講偵察艦 它一艘就可以換掉那種兩三千噸級的 那這一艘可能只了不起一兩百噸而已吧 一個貨盔就裝了下來 以小不大嘛 但你想想看喔 如果它同時出動十艘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風群攻擊 它可不可以對航空母艦發動攻擊 也是可以啊 可不可以對遼寧號發動攻擊 也是可以啊 所以他們講這是最符合台灣 當前所需要的這種不對勝作戰 而且包括它全程從頭到尾 它不需要你再去設定再去想定 它AI自己會幫你判斷相關的路徑 而且不只是這樣 我們講美工提供這種 都是這種全新創新的廠商 它跟過去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以前大家講是什麼洛克希德馬丁 講這些舊廠商 那沒有什麼大不了 但新廠商它有一個特點喔 代表這是美國最新前端的科技 代表說這是以前都是拿一些舊的嘛 它現在直接把最新的科技 全部拿給你保留給你知道 現在呢美國對於台灣 整個在戰略位置上的重要性 已經不同空日而語 因為這一次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來的之前 他又放了一段影片把F-35放進來 F-35進來更全 我們以前講過F-35是最好的踹門證 他真的是進去踹門 而且他是進去把所有的眼睛耳朵 全部打瞎掉 對保雷哥我們剛才講到無人自殺艇 他是有AI操控的 而你現在所看到的影片 他在講述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未來整個美國的作戰都會與AI系相關 他的畫面你看喔 這是海馬斯發射對不對 你想說發射之前 到底為什麼可以先發射 其實他是透過F-35 先在空中進行的目標鎖定跟偵查之後 確保譬如說 好方圓百里他有哪些防空設備 有可能有哪些敵軍 把雷達做一個鎖定之後 好鎖定到敵方的防空陣地 他們想定的是什麼 想定的是對方的陣地 對方的油庫 好那我知道你的陣地跟你油庫在來的時候 我在利用我的海馬斯火箭移動到定點之後 馬上發射我應急 需要在對當地最有效精準打擊的活力 所以你看到這次爆炸的時候 他說模擬的活力是什麼 有沒有看到保雷哥 為什麼會像天女善化一樣 他是用極速彈 等於說我判定之後 你這個標的適合用極速彈來做攻擊 來做打擊 因為我不是單一個標的嘛 我今天要打你的陣地 包括你的油庫 只需要讓大範圍的引爆 你自然而然會產生更嚴重的傷害 所以你看喔 這些想定等於說 只要透過F-35 他主機上所裝載的雷達跟陣列系統 他就可以偵測到 作為一個最前段的踹門者跟偵察兵 讓他所有地面隨時在移動的 從海馬斯火箭 包括我們講的陸軍戰術導彈系統 那防禦措施勒 對 防禦措施沒有用 沒有用 就完全沒有用 第一個 你防禦措施請問一下 他真不偵測得到F-35 偵測不到嗎 我們是不是聊過F-35根本走到哪 除非是非常高階的 不然都是如露無人之境 再來第二件事情 整個我們講的薩姆400 大家一直想說薩姆400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 但是他屢屢已經在烏二戰戰 實戰當中驗證了什麼 根本防不了 因為他現在反而變成什麼 烏克蘭首要要打擊的目標 所以你知道俄羅斯現在頭殼很大 頭殼大在哪裡 因為美國現在所有的武器 美制武器 已經在烏克蘭這邊開綠燈喔 等於說你想想看有什麼 陸軍戰術導彈系統 我們講的暴風之夷 甚至我們講到什麼 AGM88 所以他們一整排在方圓 300公尺公里外的這個地方 通通都列為一級警戒區 但你知道最可怕是什麼嗎 最可怕的是 不只是這些飛彈 現在烏克蘭最先進的是什麼 是Turkovel的這種無人機 這個無人機它的射程 自殺無人機也是AI的 甚至高達什麼 1000公里之遠 所以現在對於俄羅斯來講 現在不管在哪一塊的土地 甚至是在自己的國土內 都惶惶不可終日 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 炸彈會從自己天上掉下來 你說這次拜登接受 《時代》雜誌的短訪 對台灣來講 至關重要 因為現在美國已經不演了 美國已經越來越戰略欣修了 而且這個戰略欣修很簡單 要中國不可以輕舉妄動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直接講 習近平現在留的是一個爛攤子 沒有人願意跟那個爛攤子交換位子 沒錯 這期拜登接受《時代》雜誌的專訪 《時代》雜誌的專訪的時候 他講到台灣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立場就是 中國你絕對不能夠動台灣 你動台灣的時候我就會出兵 台灣是我保護的 對 為什麼 他接受媒體訪問 媒體就說 2027年中國要打 那如果真的打怎麼辦 我們會出兵去協訪 那如果出兵的時候 那請問你怎麼出兵 他說如果是派武力 或派陸軍 派海軍 派共軍 這次有不太一樣的狀況 那記者在問他說 那我們會從日本或分裂兵去打他嗎 他說我不能跟你講 有不然你會批評我 他把很多 他在無形之中講出了非常多細節 表示美國是真的完真的 拜登為什麼會接受這個專訪 如果我們來看這幾天的 美國三大廠都來台灣投資 就告訴你了 什麼事 因為美國的資產就在這個地方 美國的未來就在這個地方 你千萬不能夠打 所以台灣已經變成 美國最核心利益了 對 所以他才會講這樣的話 就是核心我一定會來協訪 我一定會來派兵給台灣的一個狀況 那除了台灣的問題之外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拜登這一次大談特談中國 他把中國唱衰 他說什麼 說每個人都在談論中國有多強大 他們有多強大 事實上是中國經濟正處於崩潰的邊緣 對 然後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想法 得了吧 別吹牛了 對 然後他還說什麼 他說他不相信有人想要接習近平的爛攤子 再來就是他們排外非常的影響非常大 對 所以他是真的有研究 他認為中國經濟就是崩潰的這個邊緣 同時之下 既老化又排外 對 然後他還批評一帶一路 他說一帶一路是令人討厭的失敗倡議 就這樣否定你的狀況 然後你要想那你憑什麼底氣 他還說我是這個世界上跟習近平相處最久的 有90個小時 我很理解他在想什麼 所以他講了非常多 等於是兩個重點 一個對台灣的態度 一個是對中國的態度 這兩個是截然不同的一個狀況 所以說這個你來看 這兩天為什麼台北電腦展 這個有這麼樣的資料 應該講 全世界剛剛講 Intel來了 AMD來了 包括了NVIDIA也來了 你要掌握未來 進到未來 AI世界的鑰匙的這幾個人 現在全部來台灣 也就是你如果要去構築一個AI的世界 那只有台灣可以幫美國做得到 所以剛剛講的 這些公司都是美國公司 他們生產的東西都是美國的資產 對 昨天吳董講了 錢在哪裡 新就在哪裡 現在美國的資產就在台灣了 對 沒錯 我們就講 為什麼美國這個時候會越來越清晰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台灣現在是未來他們AI 他們要發展的這個最重要產業AI 這個黃仁勳講到 而且AI未來的總商機 他認為有一百兆美金 一百兆 這個天大地大的產業 所以美國一定要把這個 牢牢的掌握住 那請問現在誰在AI裡面 最有power of power 台灣嘛 所以你看 為什麼黃仁勳要來投資台灣 舒子豐要投資台灣 Intel目前為止 也把他的單下到台灣 所以現在等於是三大公司的這個重心 他全部都壓在台灣了嘛 所以就知道事實上 這個就讓台灣跟中國出現一個截然不同 你看我們台灣都是 哇 AI訂單一個一個來 那老美就說我們要保護你 但是反觀中國呢 你看為什麼拜登會唱衰這個中國經濟 你看周大福都會停工 然後中國的這個外資的投資崩跌的82% 然後很多爛尾樓 所以可見中國真的是處處都是病 這如同這個拜登所說的這個樣子 拜登今天接受時代雜誌專訪把你給嚇到了 因為美國對這個態度從來沒有如此欺欺過 以前只說我保不保護 當然講我會出兵保護台灣 可是這次連怎麼出兵 用什麼樣的策略都隱約談到了 法律哥你把整個架都拉開來看 因為這是美國的現任總統 他講說台灣如果發生問題的時候 不排除要使用武力 那記者問他說怎麼使用武力 你是派部隊嗎 他告訴你不會派部隊 應該不會派部隊 但是會有海空的軍力介入 記者還問喔 那你要怎麼介入 海空軍力介入 他說是 記者問得很清楚嘛 所以我跟你講從來沒有這麼清晰過 他說是從菲律賓的基地 因為現在菲律賓不是借給美國空軍基地嗎 還有這個相關的軍港嗎 或者從日本的 包含了這個大霸或者是 對橫徐賀怎麼樣 沖繩出動海空的軍力嗎 他說細節我不能再告訴你了 因為否則你會批評我 所以海空會動 所以你要知道喔 從我剛剛講的這段 這麼清晰的問答 不是只有預計說我們會出兵力 他在虛點軍校有沒有講 那是美國的西點軍校 他講完以後 這個時代雜誌的訪問 5月28離今天 就是一個禮拜之前的事情而已 這麼清楚的講 拜登第五四講 那法律哥你就知道 往前推 上上個禮拜在做什麼 WHA 美國的包含了 國務卿布林肯 他的亞太助理 國務卿 包含康達 還有副助親 蘭默克都公開講 你等一下 中國道路勿用了27585決議文 你所講的one China principle 那個我們只是 我們沒有認識 美國永遠就是one China policy 就是他跟中華人民共同是一個邦交國 可是他並不認為台灣 他就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那既然這樣的話結合 你看拜登所講的事情 以往 如果你今天講說3P就年紀很大 他可能講錯話 後面會發言人就出來跟他做微調 我們怎麼樣 不是這個意思 完全沒有微調 沒有了 所以軍事跟外交同步執行 你要這樣看 美國總統告訴你 軍事上面 不要想要配面改變現狀 現在球就丟回習近平身上了 那你要怎麼辦 當台灣現在目前是這個狀態 台灣也沒有要反攻大陸打回去 只是想要希望我們是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時候 你都要動武的話 那美國就告訴你 現在的總統叫拜登 我會介入 那就要看接下來 中國到底怎麼做了 所以這個專訪非常重要 因為他非常清晰的告訴你 中間的問答跟步驟 不會在台灣駐軍 他不會 send truth 他的用法是這樣 他不會 send truth 就是把部隊派過來 對 部隊不會派過來 不會說在這個什麼高雄港站 不會 因為我不會介入你兩岸之間的問題 但是我也不認為275859 已經決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美國在外交上支持台灣 有一定參與 那中國要來打台灣 你要經過台灣海峽 如果你海空軍被截斷 你憑什麼過來啊 那我現在再講第三部分 因為美國現在目前在菲律賓有駐軍 應該說在那邊有訓練 所以接著基地 美國跟日本是軍事同盟 還有韓國 韓國那一塊他可能不管 因為有北韓的部分他不會動 但日本你知道 他已經慢慢逼到台灣多近了嗎 保洁哥 已經一百多公里了 宮古島 宇納國島 對不對 還有這些他已經都 智慧隊都已經部署了 然後這就是東北的這一塊 那他的韓國母艦來的話 他要防止大陸現在三艘韓國母艦 從北截斷我們的東北方 從南截斷巴士海峽 所以巴士海峽這一塊 從菲律賓這邊補過來 所以如果一旦這兩塊停的話 不要講說戰爭 因為戰爭可能不是 當然他是一觸即發 他可能慢慢用圍台 然後困台 我們LNG的那個天然氣的南洋船 如果沒有辦法進來的話 麻煩了 沒有辦法發電對不對 但是美國現在這兩塊 就要防止整個台灣海峽被控制 所以他整個戰略 在軍事跟外交中 是一以貫之的 拜登從來沒有講這麼清楚 不要動 不要發聲戰端 不要片面改變運動 否則美國 會有海空的軍力介入 好 無道 今天我們看到了 美國要表達他去護衛台灣的一個決心 看航空母艦來了 一艘兩艘三艘 最多三艘的時候 在整個西太平洋 未來還可能更多 你說這都不重要 你說拜登今天的講話 他今天對於兩岸 甚至他會派兵 而且發生戰爭的時候 海空軍會出動 你說這個 比派任何的航空母艦來 對中國更有震懾的作用 不是 對美國總統對戰爭的敘述 敘述的方法 當然比航空母艦更嚴重 因為他有這個作戰的權力 他有發動戰爭的權力 他比今天這個說法 比幾艘航空母艦已經到了亞太來的話 更嚴重 還有這麼嚴重 當然是啊 這就是他們一個論述 他什麼論述呢 就是叫強大的威責力嘛 他把強大的威責力 就是一個非常這個 這個高強度的 對 這個強大威責力作為基礎的話 才能夠達到所謂的 不戰而屈人之兵嘛 所以說沒有用這個作為基礎的話 那解放軍不怕你啊 對 還有他一定要美國總統親自本人來告訴你 然後習近平要相信 他真的會真的搞 對 所以我剛剛提到 一個是理性的論述方法 一個是川普是比較衝動的講法 所以我要去炸北京 川普那個講法 大家吃之以鼻啊 可是今天拜登這個講法 這是很嚴肅的事情啊 非常緊張的一個東西啊 他根本就告訴你說 事實上是中國經濟處於崩潰邊緣嘛 你說這兩個要綁在一起看的 綁在一起看 然後他我講三件事情嘛 一個叫耐性嘛 耐性 一個就是說他中國經濟處於經濟邊緣嘛 等他崩潰 對 等他嘛 然後第三個就是強大的威責力嘛 那他今天就表示什麼 就把三個通通講完了嘛 他整個論述是完整的你知道嗎 對 一套東西告訴你 你要有耐心 中國內部的經濟會崩潰 另外一次 我有強大的軍事威責力量 那今天這個說法必須要取得 習近平的相信嘛 習近平要接受這個論述才有意義啊 對 所以他今天這個說法 主要不是給一般老百姓聽 是要給他的對手聽的 對手要相信他的話是真的 這樣你達到這個效果有沒有 當然達到這個效果嘛 因為他在做這個專訪的時候 我覺得直到現在為止 中國還沒有反應 中國任何反應都很難弄很難處理嘛 因為中國只能夠繼續追飛飛機啊 去騷擾一下啊 然後這些事情 所以我講了嘛 他談的 所以美國記者問他一個更細的問題啊 講簡單一點 你是不是會動用日本的駐軍 跟菲律賓 就講一句話嘛 他不回答這個問題 他當然不回答 因為這兩個國家來講的話 都不見得會同意讓他動用這個駐軍 但是他會不會甩他們 他不會甩他們 因為一旦美國總統要動用的時候 就是亞太和平安全的最危險的時候 所以他有把握 你捲進來不可 是的 所以這樣子我們再看 昨天的魏則家的說法 就是台積電董事長的昨天那句話 兩岸的領導人 還有世界的領導人 他們都是非常聰明才智之士 他們不會讓戰爭發生 這是什麼 這個論述 這個再回到台積電董事長的說法的話 就印證了嘛 整個事情就攤在檯面上了嘛 然後最有 今天大家最 我剛剛聽到最興奮的是 世聰講的一句非常鼓舞我們台灣人 什麼 說美國的未來在台灣 有這麼意思 我要稍微補充一下 比較接近事實 就美國的科技產業未來在台灣 如果這樣的話 可能就比較完整一點 對 不過美國未來在台灣 我們太沉重了 美國的科技未來在台灣 這個到昨天到今天 確認了 確認 英特爾來了 AMD來了 NVDA來了 高通來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代表了龐大的美國跟全世界主要西方國家的利益 在台灣嘛 在台灣的情況之下 他不是要幫台灣保護台灣 他是要保護他自己美國人的利益 對 所以這時候不用再考慮戰爭問題 他不可能讓這個事情發生 因為這事一發生的話 他們本身就已經受到極大的傷害 對 而且我們所了解的訊息是 他不但是說我現在在這邊駐軍 他現在已經把大量的火炮彈藥都已經放在這個地方來了 那當然都是 那當然都是 那個都不是問題 所以你就比較一下他的態度跟他的利益 還有根本原因還是回到他的利益的問題吧 那這個利益的問題涉及到未來的十年二十年的科技產業的發展 那這個東西怎麼可能讓共產 讓北京當局有僥倖有萬一的可能性 一旦有僥倖有萬一的話 他就面臨到更大成本的投入 對 所以今天的說法是剛剛開始 所以拜登界這個專法 他是隔空講給習近平聽到 當然是 最重要他只有一個聽眾 只有一個聽眾 就是習近平 這樣習近平接受他這個說法 習近平要不接受的話就會冒險 但是他要避免這個冒險的事情發生 所以今天的說法 包括今天開始以後的說法 我認為會越來越強化這個整個他的他的論述 你想說TIME雜誌這一次對於拜登的這個專訪 對台灣來講至關重要 而且他的威力比你派三艘航空母線來都來得重要 對 因為拜登今天這個他接受TIME的專訪的內容裡面 主要談到的當然還是談到他跟美中的關係的 那美中關係裡面最大的衝突就是台灣嘛 那作為台灣部分來講他非常明確的告訴TIME的記者說 他一定如果中 如果這個解放軍攻上台灣 他一定會保護台灣 可是現在台灣對美國真的有這麼重要嗎 重要到現在拜登一二再再二三已經第五次 在剛剛講今天接受TIME的專訪的時候明白表示 兩岸有事的時候一定會出兵保護 對這個有一個巨大的變化了 那我個人認為就是以黃仁勳的去年的黃仁勳跟今年的黃仁勳 來做個比較 去年的黃仁勳你記得嗎 當時美國商務部禁止他把A100的半導體 不准銷售給到大陸 對 到中國大陸 因為那個A100跟這個A100可以用在飛彈上面用 可以軍事用途 所以這個時候結果讓黃仁勳的這個NVIDIA 減少了20%的收入 你記不記得 當時黃仁勳還拍了中國的馬屁 對 拍了中國的紅袍等等等等 商人嘛對不對 我們不是在跟他算帳 但是當時的中國的20%市場的NVIDIA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到今天的NVIDIA 已經是全球的第一名的AI的這個第一名的公司 他從A100發展到今天的這個B200等等 那個一個很大的那個算這個 這個演算能力的一個很大的一個要 一個提升 那這個代表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在這一年從黃仁勳對中國大陸態度 大家今天的生意應接不暇 變成世界的這個首富之一 這個裡面有一個重大的變化 就是美國的態度 因為美國政府一直用這個禁止這個所謂的半導體的限制晶片法案 但是晶片法案的管制晶片法案的同時延遲了中國的這個產業的進步 然後提升美國的進步 所以美國現在經濟非常好啊 所以因此你看拜登今天的反應很簡單 他的想法很非常簡單 他就說因為美國現在經濟情況一直在成長嘛 對不對 那中國他認為將來要崩潰 在今天最大的突破在這裡啊 中國經濟在崩潰邊緣 中國的經濟在崩潰邊緣 他相信中國的經濟未來會崩潰 這才是可怕的一個事情啊 那這個問題是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當然中國經濟的中國經濟過去的 從過去重要的火車頭的角色 到現在變成了一個自顧不暇的角色 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可是美國的經濟呢 到達一個可以照顧全世界的角色 又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那可是黃仁勳我剛剛講發生什麼事情呢 發生一個科技上極大的變化 他從本來需要百分之二十中國市場 到現在他現在全世界應接不暇 他不需要了 為什麼 因為AI的科技有了重大的突破 就是大型語言平台的發展 就LLM 這個發展 就ChairGPT 讓我們人 讓語言跟電腦之間的溝通方式 完全大幅度的改變了 完全大幅度改變之後呢 這個時候台灣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因為台灣是唯一一個國家 能夠做出這種高級非常先進半導體的國家 這是第一個台積電 第二個我們台灣有完整的AI的 AI Server的供應鏈 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個國家 除了從半導體的尖端開始 從供應鏈整個系統 到最後到鴻海到林百里 到這些公司 他們可以做出 可以到全世界超過五成以上的AI的 你說現在韓國做不到 中國做不到 只要台灣能做到 因為他們沒有那麼多下游 那這個下游公司 目前光是鴻海一家來講的話 預估在今年內的話 就可以包下全世界的40%的AI Server 這個去哪裡 沒有這個東西啊 所以你看到這一次的這個電腦展 中間一大堆的全世界重量級的這些科技大佬 跑到台灣 對 跑到台灣來的目的很簡單 甚至於取消韓國的行程 就是因為他們在台灣已經 一定要在台灣 確定他們的需求 確定他們的訂單 如果他們不在台灣確定的話 然後要跑到韓國去 三星兩億的話 做不出來 他就會輸掉他的這場戰場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那這個大的變化 就變成說 讓台灣的主導性 台灣的重要性 在全世界發展 整個世界大的潮流當中 台灣扮演了一個 以黃仁勳的講法 是一個AI科技的中心位置 那AI科技中心位置 代表是誰的利益 美國的利益 代表是美國的利益的核心位置 那如果台灣是美國利益的核心位置的話 那現在拜登人的態度是什麼態度 拜登人一定要保護你台灣 一定要顧好他自己的金基母 所以他今天才把的話講這麼白 當然是白的 這是由你來最白的一次 白到這種程度 就他現在已經告訴你說 我美國是World Power 他美國要佔據領導 Leading的我 他是世界領導的地位 不會受到動搖 被確定了 你看他最後過兩天 一定會繼續持續地用這個語言出來 因為他要看 川普要打對台 那拜登知道 美國如何扮演世界的領導地位 所以他今天的話 是一個前導的話 後面會越來越重 越來越重 所以因此來講的話 這裡面台灣 就因為這個重大的科技的變化 一翻變成了黃仁勳口中所說的 就是AI的AI科技的核心的中心點 核心位置 那這個核心位置 變成台灣是美國經濟科技產業中的 經濟母啊 是重要的一個重要組成的成分嘛 那今天那拜登什麼態度 拜登當然拼了使命 要顧他自己的利益啊 所以我們可以放心的睡大覺 我可以就完全理解昨天 這個所謂的魏德嘉 魏德嘉昨天說法 他說世界的領導人都會有聰明的才智 去避免發生戰爭 好 剛才講呢 你跑過八年總統府 而且是八年總統府記者聯誼會的會長 做總統府最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對國際關係非常的熟人 你說你看到拜登這個專訪 你也嚇到了 拜登總統他明顯的是怕大家有猜測 所以呢他是連續五次講 只要中國大陸出兵台灣 就叫做片面改變現狀 魏德嘉你要注意喔 如果今天是台灣做了什麼事情 因為美國同時在跟大家說 因為我發現很多台灣的觀眾朋友 沒有搞清楚 就為什麼明明 特別是大陸的網友 就想說明明美國不是one China policy嗎 怎麼還跟台灣沒來演去 還賣台灣F16V對不對 然後還講這些話呢 很簡單 你去看美國的國務院 還有美國歷來總統 他們的論述非常清楚 他們所堅持的叫做one China policy 也就是1971年的10月25號的2758號決議文之後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 中華民國再聯合國的一切地位 然後在1979年1月1號開始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美利堅共和國他們建交 然後跟中華民國斷交 所以他的one China policy 就事實上只有一個中國 那個中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對岸聽說 沒錯沒錯就是這樣啊 可是呢 後面那一段 大陸堅持的one China principle 後面他還接一句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時候 美國沒有認證 這條官報裡面叫acknowledge 我理解你這個想法 可是我沒有recognize 所以美國以前是模糊的 可是現在已經清楚了 這一次包含了外交部分的WHA 包含了美國總統拜登 他連續講五次 你不要片面改變現狀 什麼叫片面改變現狀 大陸認為說台灣搞態度 所以我要打台灣啊 這叫改變現狀 大陸美國不是這樣認定 美國認為現在目前 台灣雖然不是一個 他所認真的政府 可是他是一個實體 他在這邊有一個在運作 然後是美國友好的對象 沒有建交 可是你不能去打他 如果你去打他 以現在目前賴清德總統的發言 布林肯還直接發這個功課函 表示說他並沒有 抵耐賴清德的發言 甚至我覺得美國 都知道他在講什麼 同意他的發言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如果你要以賴清德講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其實保洁克 蔡總統都講過兩次了 那如果你這樣來打的話 那就是片面改變現狀的 那一個發動者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 而且你看《時代》雜誌裡面的內文 這個內文裡面非常有趣 是他的助手本來想打斷他的談話 夠了夠了 不要再講下去了 最後你要打斷我的談話 我就開始談到中國 那我不再談到中國 我用最直白最強烈的語言去抨擊中國了 對所以拜登他你要知道他沒有 他沒有他不希望外界誤解 要講很清楚 一來他抨擊中國 二來他告訴大家 如果中國對台灣片面改變現狀 也就是動武的時候 過去都不知道戰略模糊是 你會怎麼動 你會不會動 還是你會提供武器等等 大家討論很久 因為台灣不像烏克蘭 也沒有地方可以送 四面就是環海 這次拜登在這個專訪裡面 講得更清楚了 他直接告訴你 我會使用 不排除 他是講不排除 不排除動武來面對 中國大陸片面使用武力 那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記者還追問啊 那你要怎麼動 因為在台灣他現在沒有部隊啊 所以呢是從菲律賓派 還是從這個日本派嗎 他說後面的細節我就不講了 所以他並不是講說 沒有沒有我沒有吧 他就告訴你後面細節我不講 所以他等於就告訴你 對就那個方向 可是細節我不告訴你 所以當拜登講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中國大陸因為這次的軍演已經來了 然後呢軍演 他現在目前不知道還沒有 所謂的歷屆2024B或C 可是拜登很清楚告訴你 不要企圖片面改變兩岸的現狀 也就是不要對台灣使用武力 如果你對台灣使用武力的話 美國總統 現在他還是總統啦 今天年底我不知道最後誰會選贏 他的態度就是 美國將會不排除使用武力 這是有史以來講得最清楚的一次 戰略不再模糊 戰略非常清晰 就是只要中國大陸不對台灣動武 美國不會出動任何的武力 你現在看到原文 你看到原文才知道說 拜登談到中國的時候 口氣充滿不屑 事實上你在整篇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原本這個人家的助理 已經想說 我們整個interview to the close 就說是不是說差不多 這個轉訪可以結束了 說佩哥越來越陷 你知道嗎 結果沒有想到拜登自己 把整個話題帶到了中國去 他都想到說很多人不斷地想說 中國經濟怎麼樣啊 然後就說他們的GTB怎麼樣啊 他們的國防 相關的生產怎麼樣啊 他就有一點都覺得說 拜託 他說事實上 這個Bully view of the competition with the rising Asia power 就是這個中國啊 這邊亞洲升起了這樣的超強的一個勢力啊 他說 哇好像多厲害啊 多強壯啊 覺得好像非常的有力量啊 然後呢拜登說 他就說 意思是說啊 你跟他講啊 跟他操作啦 夠了 那都很假鬼啦 我覺得 光是從這段話裡面 我都可以想像的到 他在這個講的時候 搞不好眼睛還翻了一下白眼 就說 你這個事實上是 非常非常過時的一種講法 然後再來 還有講到什麼 他說呢 意思就是說 感覺上 好像中國自己內部經濟產生一些問題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造成更大的衝突 而不是更小呢 然後呢 他就說啊 這個像是啊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要去拓載 美國相關的一個 所謂的盟友一個關係在亞東地區 然後像他這邊就是特別去提到就是說 然後他這邊就說 你如果中國的經濟越來越慘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有可能會導致更多的一個衝突 那我覺得整篇談話 事實上拜登要傳達兩個訓息 第一個 中國的經濟在崩潰當中 第二個 如果你敢翻台灣的話 我們美國絕對會捍衛台灣到底 所以武董 這個話是他非講不可的 對我覺得他是故意要把這個重點要講出來 在Time的interview裡面 這一段話就看出來 是他主動想要表達 對中國的這個瞧不起 應該這樣講 其實外面大家都在講說 中國多強多強 亞洲的這個Royson 就是這種這種新奇的力量 他說 Give me a break 幫忙好不好 算了吧 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所以他就等於有點 這種不屑或嘲弄的方式 來看中國的力量 對 當然他本身對他自己 現在美國的 美國這幾年的發展 確實是從經濟上來講的話 是世界上應該最好的一個國家 我們應該這樣講 對 但相較於中國的經濟來講的話 確實很多人的很多深入去解讀這個 中國大陸經濟問題的話 有很多深層的有可能到全面性 因為他的房地產土地 他的政府的債務 有可能陷入長期的困頓當中 所以他在這篇文章裡面 我覺得這一段顯現出來 是他故意要挑出中國的議題 來跟大家來做一個表示 他特別想到中國的人太老了 他比歐洲很多都還老 老到不能工作了 對 那個是 那個就是他 所以他 他是在有點 就是說嘲弄中國的這種這種情況 而且大家都 因為過去可能很多美國人 並不是很理解 因為美國人對國際的事物 是陌生的 你知道嗎 美國人對他們家門口的事情才懂 所以拜登這個講法 就是等於說跟全美國 因為看時間雜誌的人 都是什麼樣的人 都是精英 是美國的精英人物 所以他跟這些精英做一個訴求 那精英也是很多的支持者 尤其募款的對象 都會來自於這些精英者 所以他對中國做一個很清楚的一個論述的話 對他的選舉來講的話 我認為有直接的幫助 拜登在《太陽雜誌》的專訪裡面 他的內容訊息量也太可怕了吧 裡面中間居然有一段是 他跟習近平兩個人私下對話 對 習近平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在亞太搞這麼多事情 你為什麼要跟日本做這麼多的訓練 你為什麼要讓日本的所謂的國防預算 增加到3%以上 你為什麼要讓日本跟韓國這個問題 可以解決到 拜登怎麼跟他講 拜登說我的理由只有很簡單 我要確保一件事情 他要確保什麼 確保習近平不願意 不能也不會改變現狀 沒錯 在《太陽》時代的專訪裡面來說的話 他講到習近平這個人 他就說呢 我跟習近平已經相處了 比任何世界領導人都多 他有90時間 就是跟他單獨的相處 然後他說我們兩個 從我當副總統來 有非常堅定的關係 就是我們兩個關係非常坦誠 所以他有一次就問我說 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結果你要說 他怎麼跟他回答呢 他說 I say the simple reason I'm doing those things to make sure that you don't that you are not able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any 這 status quo就是現狀 你沒辦法改變任何現狀 你不能 而且你也沒辦法改變任何現狀 他跟習近平講得這麼直白 所以他就說 因為我跟他很坦誠 所以我就直接跟他嗆了 就是這樣子一段話 所以等於是說 他是真的非常直接的跟習近平說 我要讓你 不能你也沒辦法改變現狀 而且現在大家只注意到說 在整個亞太形狀下 你弄的雅庫斯 你今天弄了一個等於說 四方的同謀 你今天等於說在日本跟韓國之間 你弄了一個軍事的力量去壓制中國 但是還有一個更關鍵的 那就是台灣 那台灣今天我們看到 顧理雄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動作 現在呢 你現在部隊你不用再用刺槍樹了 你現在也不用踢正步了 其實過去蔡英文就一直告邱國正講 不要再搞這些東西了 看他們一直這些老軍頭 一直改不了 就換了文人部長 馬上就改了 而改了之後 你說 其實這是國軍訓練 天大地大的改變 對沒錯 事實上美國目前為止的重點是 提升台灣的防衛能力 還有提升你台灣成為是印太 或亞太戰軍 能夠嚇阻中國的一環 所以過去很多科目 我跟你講我們未來可能 我們國軍的編制 譬如說我們現在有 冰海多彈團類似這樣的這個編制 未來可能都要朝美軍的這個編制方式 再來就是說 他未來有很多傳統的這個刺槍樹 沒有必要的 我們就不要做了 但是很多有必要的 我們可能還要再做 所以以前我們是刺槍樹 殺殺殺殺 他現在不是 他現在是晉升搏擊了 要真正在戰場上用得到了 我們才會用 譬如說有人在踢正步這種 以後都不用踢正步了 那些不需要的都不要用 那譬如說我們的這個和聲化的 這個相關的這個 這個相關的訓練 或是上戰救護的相關訓練 每個人都要會 所以我們未來可能就是 比較朝美軍訓練的方式 而且你以後休假 也不用回報了 就直接休假了 我們只要這個定期去審托 你到什麼地方去 或是你有沒有做什麼事 這樣就好了 給官兵你用休假 就休假這樣一個狀況嘛 不是 你知道嗎 因為我當過中華民國 這個受惠牌照 我非常清楚是 今天為什麼要刺槍樹 為什麼要替正步 因為這些阿兵哥 我跟你講這些領導人 這些執行官 這些老軍頭 什麼都不會 今天你叫他們替正步 你叫他們刺槍 最好的工作是 當軍官當執行 最怕阿兵哥沒事幹 今天我只要發現 阿兵哥沒事幹的時候 我就開始刺槍樹 我就開始替正步 我就開始清槍保養 我就已經把時間給浪費掉了 對 沒錯 所以未來我們的國軍訓練 會完全跟過去 不太一樣的狀況 好 那當然我們台灣 一定要提升我們自我的 這個防衛能力 事實上除了他當面 跟習近平嗆聲之外 他還說 我最近做了非常多事情 他說我們已經領導50個國家 而且這50個國家 好像劍指中國的意願非常多 他為什麼這樣講 他說你看 我已經把日本要求 他把這個GDP3% 用來做這個國防的經費 另外一個 在亞太的時候 如果日韓兩個 不能夠和解的話 那你怎麼對抗中國呢 我都讓他們兩個和解了 另外還說什麼 我們目前還選出 組建什麼 阿庫斯聯盟 日方聯盟 另外我把日本跟菲律賓 也納入我們的這個 安保體系的一環 所以你看現在 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都是限制這個中國 所以我要讓中國 不能也不會改變現狀 我已經佈局這麼久了 你看 香格里拉會議裡面來說話 或是說日韓 日韓兩個國家的防長 已經能夠手牽手 至少這個過去可能看不到 再來就是你看 日本的美國的這個 冰海作戰團 已經來到沖繩這個地方 那甚至未來呢 他們也會訓練 日本相關的這個軍隊 另外包括美飛 也肩命肩軍演 然後還有這個 周倫斯基也來訪問小馬可 是這些動作都是怎樣 讓這個美日菲律賓 還有亞太的盟軍 更加的這個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而且你常常講說 美國每次打什麼 都是打組合拳 美國不會說一拳打完 他就沒有下一步了 對 他在接受世代雜誌專訪之後 我剛剛講的 今天就突然非常難人詢問的是 把F-16的這個所謂的備品 F-16的零件 甚至把F-16維修的設備 賣給台灣 他特別強調 是從美國的軍方的軍庫倉庫裡面 挪過來 這個待會兒我們要好好的解讀 另外一個就是 他這些話講完了以後 而且要確保中國不會改變現狀的時候 他居然把B-1B轟炸機帶來了 B-1B轟炸機不但帶來了 他把JDSM的專地彈也帶來了 對 沒錯 事實上在這個拜登接受媒體訪問的 這個沒多久的這個時間裡面說 美國的B-1B就在6月5號的時候抵達南韓 然後進行這個美韓空軍聯合軍演的這個 這個聯合軍演 然後當然韓國也出動非常多 那他們這次B-1B還投了這個所謂JDAM的這個飛彈 就是直接攻擊型的這個飛彈 這樣直接丟棄下來 這個當然有專地的這個功能 你看他們這個畫面都把它釋放出來的一個狀況 然後丟了大概500磅左右的這個炸彈 好 那為什麼這個 B-1B是一個非常可怕 他比戰鬥機還快的轟炸機 而且他是萊塢引去無蹤 他叫做死亡天鵝 這個韓國媒體這樣稱他 好 那我們就講為什麼他那麼厲害呢 第一個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不論美國在轟炸 譬如說在今年2月3號的時候 他們從美國的空軍基地起飛之後 飛到中東 就沒多久之後 他們就在伊拉克還有敘利亞 不是丟了這個85個相關的目標嗎 這就是由B-1B來負責的 那為什麼B-1B那麼厲害呢 第一個 他在沒有加油的狀況之下 他可以飛約莫是4828公尺 結果很多地方他都完全可以涵蓋 再來就是說 他可以攜帶4萬2千磅的炸彈 而且非常精準的炸彈 這個載彈量非常大 再來就是說 因為他的飛行速度相當快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第一個 如果你把他派到日本 或派到韓國來說 他可以很快的時間 就可以進去中國去轟炸你 所以這個B-1B可能 雖然說他不像這個B-2B那些 或是B-2E那些有隱形的功能 但是他的載彈量 是比他們殺傷力更大的 所以他說 剛剛講 他的飛行速度非常的快 他根本等於說 我只要F-35把前門踹開以後 我衝進去 你擋都擋不了 對 所以現在國際媒體就說 川普不是說了一句嗎 就是你趕剛去台灣的時候 我就要轟炸你嘛 那我們轟炸北京 這件事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現在國際媒體說 還可能是真的 為什麼 第一個 目前為止來說 在韓國跟日本這邊來說 都有美軍的F-35 或是日本的F-35 保證F-35是不是很快 就可以進去踹門 進去踹門的時候 你看 為什麼 我們說北京非常恐懼呢 目前中國最強大的飛機是什麼 殲-20 但是殲-20來說 照理說 如果他要這個統一 要統一台灣的話 應該把殲-20放在南部啊 放在南海這個地方 不然呢 殲-20都沒有放在南海 他殲-20要嘛 目前有兩個部大隊 一個放在這個遼寧的安山 另外一個在山東取附 也就是說都在這個地方 保衛經濟要地 對 所以為什麼 因為他怕你這個 真的要攻擊的時候 你F-35來 踹開門之後我就完蛋了 就進去了 所以我這裡面有殲-20 在這邊防衛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其實整個防衛體系裡面 他最害怕的 就是日本跟韓國的這個殲-20 然後第二個是 飛彈 因為目前為止 美軍跟這個日本有非常多 包括標2-4的這個飛彈 或是戰斧飛彈 日本不是跟美國 買了非常多的戰斧飛彈嗎 他也可以快速的 就打到這個北京 甚至目前為止 美國不是有這個提風系統嗎 提風系統來說 4月已經來到菲律賓 未來搞不好提風 也可以搬到日本或韓國 對 這個對北京的殺傷力會相當大 所以他們可以說 而且你在目前為止來說 還有F-35 F-22 美國的驅逐艦 還有這個美國的 這個導彈的這個潛艇 一大堆 完全可以轟炸你啊 然後你呢 好 那你有什麼 你就只有殲-20 好 那你說沒有啊 我有這個防空系統 問題是我們現在不是講嗎 它的薩姆300 薩姆400 紅旗9 完全都沒用 所以等於是說 你現在是幾乎是 我只有殲-20 能夠防制你的這個F-35之外 其他的幾乎是 毫無辦法的一個狀況 而且它非常可怕的是 現在剛剛講 你不管F-35 或者F-18 它都可以怎麼在 都是一馬赫以上 都是超音速的 他們現在不管從韓國起飛 從日本起飛 他們在一個小時之內 就可以到北京上空了 對 所以他們只能夠用這個殲-20 他們號稱的這個 這個最強戰機跟你對抗 那事實上 美國人還有把它標示出來 你看 他們都有非常多 這個共識量的基地 譬如說 一旦攻擊的時候 我要攻擊什麼 部署這個殲-20 殲-16的主要機場 我把它摧毀掉 然後這個中國航天科技 其他一系列的東西 我都把它完全摧毀掉 你的研發中心也被你打掉 對 然後包括說 幾大太空這個發射中心 監測中心 也都把你打掉 然後還有重要的這個設施 包括說什麼 你很多的海軍基地 空軍基地 我都要全部把你打掉 所以其實美軍都有做一個 非常完整的想定 就是我跟你 假設我真的要轟炸你的時候 我要轟炸你哪些目標 我要轟炸哪些具體的設施 我都把它標定得非常清楚 而且現在傳出一個軍事上方的內幕 也就是台灣之前不是講 我們的F-16V 等於說用我們的所謂的鳳凰夾艙 鎖定什麼 鎖定你的殲-16 鎖定你的轟-6 結果這個照片 他說什麼 送到誰的手上 送到王滬林的手上 他說王滬林看這個照片 嚇死了 對 沒錯 實際上這個照片來說的話 是美國在 這個我們應該 我們取得美方的同意之下 我們就流出了這個照片 流出了這個照片來說的話 聽說啦 這個中國的高層看到 嚇得 怎麼會有這個樣子的狀況嗎 完全被鎖定了 對 完全被鎖定 而且他們似乎是完全不知道 這就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新的這個電站夾艙鎖 鎖定它 用這個所謂的紅外線 用這個雷射鎖定它的一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的話 就最近當然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是 美國的國家安全合作署 公佈了對台的這個軍售 它裡面軍售我就 我就講講過嘛 F16的標準設備還有維修零件 然後還有消耗品還有配件 還有相關的這個承包工程 另外還有包括說 非標準的這個相關的這個零組件 都完全給了 這個設備都給了 總金額四月末是3.3億美金左右的狀況 而且它裡面有講到一個特別的點 就是這一次的出貨是由美國 美國空軍的相關的這個倉儲 就直接出貨到台灣去 所以事實上現在台灣 跟美國的這個軍事合作的關係 還似乎也在升溫之中 所以告訴你說拜登的話 絕對不是隨便說說的 他真的是有身體力行 因為拜登真的當著習近平的面 直接跟他講 因為習近平就非常的好奇說 你們美國在這邊東西幹嘛 你根本搞了一個阿庫斯 你今天幹嘛跟菲律賓 你今天幹嘛日本 你今天韓國不斷地搞軍演 你不再包圍我嗎 拜登說因為我跟他有90個小時的見面 我們有非常強的信任的關係 所以我就直白地跟他講 我只要確保一件事情 我要確保你不會也不會也不能 改變現狀 他要整個中國不要輕舉妄動 對 拜登就是在習近平面前講真話 直接告訴你說我為什麼要這樣搞 其實這樣搞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在結盟 因為國際關係當中很重要 就是要對付對方來講的話 我就是結盟來對付你 遠交進攻 為什麼要結盟來對付你 其實就是因為你的軍國主義 你的擴張 所以可能造成所謂的亞太地區的一個 情勢的變遷 那形成所謂的維持現狀被破壞 所以我們為了要鞏固這個現狀 所以拜登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拜登還講一件事情 之前的話習近平就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要制裁我的晶片 其實拜登也跟他講說 因為我怕你做壞事 所以直接跟他講 所以代表說在拜登心裡當中 中國是會做壞事 我給你再高科技的東西 你為什麼要制裁我的晶片 我怕你做壞事 是啊 所以他講得非常明白吧 那其實對拜登來講的話 他今天先撇開他內部的競選 跟川普競爭競爭 他為什麼一步一步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美國維持霸權地位來講的話 第一個供應鏈 所有的供應鏈來講 跟中國切斷 然後我因為要分敵我彼此嘛 分敵我彼此的時候 就必須要切斷這個事情 但再來就是說 我如果給你警告了 如果你不回應我的話 你還持續在搞你的事情 而且在破壞現狀 你看最近來講 他對菲律賓這個樣子 他對印度 然後對日本的這個樣子來講的話 對拜登來講 他很確定 你就是在破壞現狀 所以我為什麼要開始 節目這關 特別是在台灣 來建平我們剛剛提到了 我們現在有這個AI的長矛 我原本想說 這個是台灣長矛 台灣就是要反手圍攻啦 你跟我說不是 這是美國也要這一根長矛 而且他要刺像是中國的心臟啊 對這個是美國的長矛 可不是台灣的 為什麼呢 你看這個中國的領導人習近平 之前才出席在北京的 第十屆中亞論壇 他說中東是一片熱土 結果沒有想到話才剛講完 美國就祭出了這個晶片出口管制令 從中國香港這些地方擴大到了中東 包括阿聯酋 沙烏地阿拉伯 卡達這些地方 連在中東地區買這些晶片 買超微的這個NVIDIA晶片 都要受到限制 那你知道中東地區為什麼限制 就是因為美國發現說 其實啊 包括這個中國的一些企業 還有被管制的黑名單 他們竟然還是可以從美國跟台灣 還有其他國家 他們拿到 包括中國不是說 跟美國的AI差距的十倍 結果沒想到 就像是商湯的這個創辦人 何彬他自己就承認 他們早就買了4萬個晶片 所以美國為什麼要管制中國的晶片 都跟國防有關 是的 因為晶片可以說 是代表未來的一個驅動引擎 那國防的很多科技當中 都跟晶片有關 比如說我們現在來看到 中國最近公布的這個一段影像 這個是中國跟柬埔寨的 金融2024的這個演習 結果沒想到引起瞩目的是 這一台看起來像狗狗一樣的機器人 你知道嗎 這裡面也是涵蓋高科技的晶片 既然可以當這種偵察型的狗狗機器人 我們就叫他機器狗 他能噴火 對 他上面還可以架這個噴火的這個 他的功能 還可以架著機槍 所以呢 當中國跟柬埔寨 舉行這種金融2024的聯合軍演的時候 他刻意透過他們的官媒央視 秀出了這個影片 有其中有兩款的機器人 一個是這個Go2 一個是B1 Go2只是偵察型的 比較小一隻 那B1呢 看起來比較大 上面還有這個裝著一艇機槍可以連發 那未來是不是變成殺人型的機器人 在戰場上裝用 那事實上 中國不只發明這個 還有一種很小到 我們知道蟑螂 小牆大家都怕 不是 晶片跟小牆一樣的小牆機器人 對 晶片都裝在小牆裡面 而這個小牆呢 大概長兩公分 寬一公分 他每秒可以跑半公尺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充電兩分鐘可以跑十分鐘 你知道嗎 這個一踩就壞了吧 而且他裡面還 是啦 但你只要沒發現他 你還真的以為是一般的小牆 他上面還可以裝鏡頭 裝著鏡頭 然後甚至幫你去偵察 那以前我們看過好萊塢的這個電影 他們喜歡發明那種 這個昆蟲型的 有翅膀的這個機器人 跑到人家的烏糧或天花板上去做偵察 那中國就很厲害 你會這個做飛的 那我就做地上爬的 所以這也難怪 為什麼美國他要限制中東的這個晶片 還有整個掐住中國的脖子啊 因為晶片就可能被你用在軍事國防的領域 你不掐住你脖子的話 那美國的這個方面的領先優勢 就會被你消磨掉 事實上美國自己有很多這樣的一個發明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機器狗 美國早就有了 而且他們還搭配了他們這個軍方的這個步兵戰鬥車 他們進行一個整合性的這個訓練 包括在這個加州地區的很多的軍事基地 美國陸軍的歐文堡啊 他們都在進行這個地面機器人 還有這個機器狗跟這樣的一個戰鬥車 他有人類士兵協同作戰的訓練 以前我們在好萊塢電影裡面看到一個人類大兵 再加上一個機器人一個機器狗 然後一部戰鬥車整套組合系統 以後會不會是美國未來的戰場 新的組合模式形態 有可能喔 因為他們現在進行這樣的一個練習 事實上美國是不是有讓這些機器人 或機器狗進行實戰的這個演練 有的 去年呢 加州其實有這個議會有通過說 接受民間企業捐贈給他們一隻 看起來大小就像一隻真實的大麥丁 後來去年這個10月的時候 在洛杉磯發生了一個公車斜持事件 那司機呢 就趁著這個人犯不注意的時候 趕快讓這個 他們那個人乘客下車 結果後來就是靠這個機器狗建工 發現這個嫌犯歹徒已經累了 睡著了 他直接投降了 直接要去攻堅的時候 嫌犯就投降了 所以後來他們才發現說 機器狗大有用處咧 對 昨天黃仁勳的這一張圖也太狠了吧 這個未來的世界會一分為二嗎 真的冷戰在開始了嗎 而這個冷戰剛剛講的 北美當然從加拿大到美國 到墨西哥 我們看到 包括了澳洲 包括了我們看到了這個所謂的東南亞 包括了整個歐洲 可是你看 非洲俄羅斯 中國 包括伊朗 包括敘利亞 全部都排除在AI世界之外了 這個就是美國所謂的供應鏈的概念 你知道之前不是台積電要請一個博士嗎 政治學博士 為什麼要搞 他知道台積電是地緣政治的核心 AI 黃仁勳 他們也自己知道 自己本身就處在這個地緣政治的核心 對 所以你看到這個圖 其實不要說它是什麼 這個晶片 或是AI供應鏈的圖 它根本策策底底就是一個政治上的 地緣政治的一張圖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到 其實這背後來講 都有美國政府的指使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出現 那我們回過來看 其實這幾天不是在新加坡 召開這個 夏格里拉會議嗎 奧斯汀就是美國國安部長 其實講了一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重要 他說 中東也好 或是東歐也好 現在正在發生戰爭對不對 但是他就歷史上的戰爭 現在美國全心全意 都是要放重心在印太 在亞太這個地方 因為這才是美國的優先戰場 為什麼叫優先戰場 因為這個地方我要保護嘛 我要保護就確保戰爭不會發生 所以你看到台灣這個地方 大家說 中共他是不是 2027可能會侵犯台灣 今天這個董軍 就是中國國安部長 在夏格里拉也一直在強調 什麼台灣不是中國 這個所謂的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的這個核心中的核心 問題是 人家美國是把所有的資產 放在台灣 現在所有台灣的供應鏈 這算不算美國資產 如果算美國資產的話 你打了美國資產會怎麼樣 美國跟你拼到底啊 所以為什麼會有 川普講那個話 所以如果你現在打台灣的話 我就打你北京 我就上海會不會打 成都會不會打 一定一起打 所以什麼意思呢 我跟你這個 你死我活的概念 我跟你拼到底的概念 所以其實奧斯汀他有講一件事情 中國也急跳腳什麼東西 他就奧斯汀提出的叫 新聚合的概念 不要忘了什麼叫新聚合概念 就是亞洲版的北約 已經成型了 要保護誰 當然就保護台灣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 重兵擺在菲律賓的那個 巴丹群島 重兵擺在這個日本的宇納國島 這在幹什麼 都在保護台灣 所以你看到 黃仁勳來告訴全世界說 資產都在台灣 現在奧斯汀告訴全世界說 我就是要防衛台灣 所以拜登為什麼講了五次說 他會出兵台灣 因為黃仁勳扎扎實實也告訴拜登政府說 你給我十年到二十年時間 我也搞不出一個類似像台積電這種東西來 所以大家還是必須要靠台積電 所以我們這講天助自助 我們今天也有一個台積電 也那麼厲害的情況之下 所以全世界有求於台灣 台灣就變成一個核心區了 好瑞德 現在傳來一個消息是 美軍為了台灣居然說是備戰 五角大上弄了一個秘密小組 加速武器的援助 我心想真的還假的 你說最近在我們不知道的狀況下 很多的武器很多的炮彈很多的東西 都已經送到了台灣 送到了沖繩送到了菲律賓了 那麼最近有關於美軍運給台灣的相關的武器 你有在媒體上面聽說嗎 沒有啊 沒有 但是有沒有運來 當然有運來 有運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跟美國所購買的相關的武器 不是因為烏克蘭戰爭所以延宕嘛 所以延宕了以後 那麼美國他們包括國會 包括美國國防部 成立了相關的小組 那麼要加強把這些 源源不斷的武器運來 台灣為什麼 因為中國不斷的叫喊 不是說要讓台灣粉身碎骨嗎 他們的國防部長嘛 所以再加上一年有10億 相當於300億的扣打 這些扣打是送給台灣的 這些武器是送給台灣的 彈藥是送給台灣的 飛彈是送給台灣的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我們跟美國買的500枚的相關的赤針飛彈 那個單兵作戰的赤針飛彈 受到烏克蘭戰場 他們因為這樣子 跟他購買的赤針飛彈嚴盪 但保潔你知道 我們購買的赤針飛彈嚴盪 但是美軍已經把一些赤針飛彈 送到了台灣 而不算在我們跟他購買的 500枚的單兵赤針飛彈裡面 為什麼 因為那些算美國政府送的 送的這些庫存相關的赤針飛彈 標槍飛彈 那麼先送來 直接送來台灣 援引 這個所謂的專門的小組 援引 那麼美軍用免費軍援台灣的這個法案 就把這些源源不斷的運來 他運來台灣是運來什麼 運來這些包括赤針的反空飛彈 還有短程反空飛彈 還有標槍短程的反專角飛彈 還有這些所謂台灣最需要的 155榴彈炮 155榴彈炮當然要預送 那不斷的來 因為大家不會覺得說好像 那個好像明目大家看得很沒有報導的原因 是因為他不斷的不斷的這樣子運過來的過程當中 就是讓你覺得好像沒有特別多 那麼他沒有把精密的或者是先進的這些飛彈 運到台灣來 你知道他運到哪裡去嗎 運到哪裡去 運到菲律賓去 這些精密的飛彈呢 事實上美軍正在悄悄地進行一個計劃 我們常講濱海作戰團 我問你 濱海作戰團不是區區幾千個人而已 他怎麼去對抗中國 他需要的是什麼 美軍在南海沒有基地 但是現在美軍在菲律賓 十一個基地 然後台灣 他當然是保護台灣嘛 所以源源不斷把這些庫存 往台灣這個地方一直送一直送 難道他不知道台灣最需要的 不是這些所謂登陸了以後 才要用的這個相關的武器嗎 但他為什麼一直送 各位 如果萬一有那麼一天 真的有那麼一天 美軍需要跟中共開火的時候 請問他的彈藥庫放在什麼地方 就在前緣 不是在台灣第一島鏈的台灣 就是在菲律賓嘛 因為日本不用講了 這一第一島鏈的整個言下來 全部都是美軍的相關的彈藥庫嘛 這只是不能說的秘密這樣而已嘛 像菲律賓的部分 他也是不斷地在這個基地的部分 空軍基地 海軍基地 不斷地把彈藥庫一直擴張 然後把這些飛彈一直往這個地方送 因為很簡單 你看 美國賣給日本的戰斧巡域飛彈 不就是用日本的手勢商 就把美國的戰斧巡域飛彈 立在了對準中國的全員 日本第一島鏈嘛 對 這就是美軍的概念 還有 最近不是傳出 我們要花100多億 那麼把我們的C13洞升級嘛 有沒有發現 要把老母級升級 對 C13洞是全世界最好用 很多人不知道它發明已經快六七十年了 到現在連美軍都還在用 那麼台灣呢 我們從頭到尾購買了20幾架 之前購買了這一批12架的這個C13洞 它那個年代沒有精準導引的GPS這些系統 所以是把這些數位相關的儀表跟這些全部都加強之外 寶傑你知道我們跟美國買了什麼武器 買什麼 買了海馬斯火箭彈 但你知道海馬斯火箭彈用什麼來運 C13洞啊 對 海馬斯火箭彈就是用C13洞來運 所以除了那麼所謂的 不然我問你嘛 我們台灣會緩攻大陸 空降傘兵到這個等於說前線去嗎 那可能性很低啊 雖然我們特戰部隊都在訓練跳傘 但問題是我請教一下 我們可能緩攻大陸嗎 那可能性很低 可是我們要維持20架C13洞 所以我們C13洞裡面的都變成數位了 對 我們要維持 我們目前為止有19架的這個C13洞 是傳統的典型的C13洞運輸機 另外有一架就是所謂的這個天干號嘛 天干號就是電戰機就對了 那為什麼要維持這麼大的量 事實上我們的單單如果是要保衛 或是要離島的等於說反登陸的話 我們不需要用到那麼多 也就是說C13洞在某種程度上面 加裝了火箭炮了以後呢 20公里40公里了以後 還有甚至於包括我們常講的一些飛彈 簡單的一些飛彈呢 可以裝在C13洞裡面 最有名的是它的機箱 馬上有點像變成比較大版的 這個AT10攻擊機嘛 所以呢 那麼在另外一個部分 連我們買的那麼多套的相關的 海馬式火箭彈 如果要在短期之內 立刻進行遺防的話呢 C13洞就是最好的 遺防的運輸工具 全方位爆內幕話題不設限 我是張道合 終於到終關鍵時刻 週六週日決戰關鍵 單眼來上線